浩瀚的汪洋大海中 一艘小小的帆船正在乘风破浪 每每看到这样的画面都会感到十分震撼 如今的帆船常常作为一种比赛项目 也就是依靠着自然风力作用于船方的同时 游人操作着船只行驶 那么它究竟是怎样做到在风浪中稳步前行的呢 相信在大多数人的想法中 顺着风行驶是最便捷也是最正常的行驶方式 的确风从后方吹来 可以很自然地推动着船只前行 要不怎么会有一番风顺这个成语呢 然而现实确实 顺风前行具有相当的难度 因为在顺风时 风的方向和船是平行的 这就导致了帆船失去了左右横向压力 船只很容易因失去左右平衡而帆船 除此之外 如果仅仅是有微风的情况下 顺风航行的前进速度会很慢 因为微风的风力 根本无法将波努力效应的助力 应用在船帆上 但如果是强风的话 效果就不一样了 2012年 风帆火箭二号超高速帆船 在46.3公里每小时的风速下 跑出了119.95公里的时速 比风速还要快2.5倍 而除了顺风行驶外 还有侧风和逆风两种行驶方式 侧风行驶很好理解 风从侧面吹来时 会被船帆切分为两股力量 一股侧滑的力量 一股前行的力量 其中侧滑的力量 会被中央板化为侧导的力量 同时再由水手调整船帆重心 使船体只剩下极少的侧导力量 如此一来 大部分的力量就偏向了向前行 说完了顺风和侧风行驶 那么帆船为何还能逆风行驶呢 首先要更正一下 这里的逆风并不是支听艇的冲着风航行 而是使船先侧风行驶 然后再将船的行驶方向与风向形成一个夹角 接着调整船帆 此时的船帆会将风分解为两个力 同样两个力一个向前一个向侧 侧面的力与船体受到的水阻力相互抵消 于是就只剩下向前进的力了 但就这样的角度行驶一段距离后 会稍稍偏离目的地 因此在逆风行驶的过程中 必须采取Z字形的路线行走才能到达目的地 因此逆风行驶也被称为Z字形行船法 其实不论是顺风逆风还是侧风 对于帆船运动来说 水作为陆地 风就是动力 因此在帆船比赛中 一般都会要求风力持续达到3米每秒以上 才能开始比赛 并且当风力大于20米每秒 且能见度小于1500秒时 则会考虑到安全因素而停止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 在比赛中 为了进一步地增加抗衡轻力曲和降低船的重心 运动员常常会将身体全部悬挂在船弦外 这种批波展浪的精神 展现了运动之美